說到藍白盒看起來幾乎是瀕臨破局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獨自扛下主帥的責任 替黨內立委參選人來站台拉票 今天前往到的是台北內湖 和參選港湖區的李燕壽 以及參選士林大同區的郵淑會來合體 侯友宜魅力宣傳催票 雖然是一度搞錯了郵淑會的選區 但是場面還是相當熱鬧 親自帶著黨內立委參選人掃市場 身為主帥的侯友宜 在藍白瀕臨破局後 要獨自扛下母雞重任 到台北東湖慈後宮參拜 還一次帶兩隻小雞 一個是參選港湖的李燕壽 一個是挑戰士林大同的港湖議員 由淑會侯友宜都賣力催票 國民黨評估港湖李燕壽 對上民進黨的高家瑜 有機會翻轉半途 但侯友宜想和小雞互相拉抬 卻不小心落差 選區分不清也難怪 毕竟游淑會平時可是經營港湖區 當初就是侯友宜出手協調 他前進兼混選區 游淑會也在台上往事重提 玩笑話熱露了整個造勢場 國民黨母雞帶小雞一搭一唱 只是藍白就要說分手 基層選情不受影響嗎 如果能夠合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對大家來說 對選民來說都會鬆了一口氣 但是我想即便不能夠合作 基層的合作我相信一定會有 就算藍白母雞不能合 在野陣營小雞看來還是得互相幫忙 讓選票最大化 記者朝天 江國鋒 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安心